2月14号12时到24时 辽宁省新增1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沈阳市报告一例 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葫芦岛报告17例 前几天葫芦岛的宝妈小王 遇上了一件难心事 自己实在没招了 就试着在网上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 可是没想到啊 回应她的是满满的惊喜 当时我就是深夜里抱着孩子 抱着孩子我就瞅着她 我说后续奶粉怎么办呀 孩子吃什么呀 因为她不是说吃普通奶粉就行 她吃完普通奶粉就又吐又辣的 到时候怎么办呀 真的绝望了 回想起那些天的焦急和无助 小王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 原来家在安徽的小王 是回娘家判亲过年的 谁知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她和只有六个月大的宝宝 滞留在了岁中 宝宝因为肠胃不好 一直在和无主堂配方的奶粉 可是疫情原因 快递停运 母婴店也停业了 眼瞅着宝宝就要断粮 小王就试着给宝宝喝普通奶粉 结果吃了两天 宝宝又吐又辣 病在娃身 痛在目心 多日寝食难安的小王 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 没想到的是很快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纷纷留言帮她想起了办法 当时发了以后几下就有很多人给我留言 说你可以找京东 然后或者说是母婴店问一问 你或者是找社区 就是各种给我想办法 就陆续的有人给我打电话 有宝妈说你的孩子能不能吃母乳 我有母乳 然后也有那个别的卖那个 就是不是这个牌子的奶粉的 人跟我说 可不可以吃别的那个无乳糖的奶粉 然后都是很多很多好心人 他们就是陆续的给我打电话 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 政府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做出反应 向这条求助信息 转发到了多个志愿服务微信群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微信群里大家积极提供信息 寻找同款奶粉 功夫不负有心人 志愿者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这个特殊的网络订单 有人接单了 另一位宝妈 小李家中有同款的奶粉 跟我说 我已经找到同款奶粉了 我当时觉得 我的天一下亮了 然后我就跑到了母婴店 然后看那个 当时跟母婴店的时候 给我一看 真的确实是我要的那款奶粉 然后就是说 真的当时那个心情就是 可能说不出来到现在 我还一想想就感觉 眼泪都止不住 那种感觉 就是心里面特别激动 说最起码我孩子用奶粉了 可以吃了 他不用挨饿了 但现在一想起来 感觉都说不出来 从深夜到清晨 从消息发布到问题解决 通过多方力量的爱心接力 不到十个小时 就完成了这个特殊的网络订单 当得知后续 宝宝的奶粉会有相关部门 继续帮助他解决的时候 小王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我没想到就是说我发出这么一个微博会引起就是在家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 包括就是随中县委新政府 还有各种的就是志愿者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社会上的好心人 他们会就是齐心齐力的帮我找这个奶粉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这假的小王还客气上来 你都回娘家了 咱娘家人怎么能看着你干着急 必须出手 小王万万没想到 就一条求助的微博 竟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得到了这么热情的回应 还给出了实打实的帮助 这就是众人食柴火焰高的力量 加油 葫芦岛